《洞察天下大事》 剖析時事亮點 各位好 今天是9月19日新奇 歡迎來到時事亮點 瑞典議會大選結果 於9月14號已經出爐 又一四黨聯盟取得三席領先 瑞典民主黨躍身為第二大黨 溫和聯合黨領袖克里斯特松 宣布將開始籌組新政府 總理安德松承認失利 並宣布請辭 針對此次大選有分析預料 右轉後的瑞典政府 會加強修法 執法來限制移民 而大選的結果 或將還會影響 接下來意大利等國的選舉 歐洲政壇或陸續打破傳統 由右翼勢力掌權 這次瑞典變天的新聞 西方媒體的處理很有意思 很多西方媒體 把右翼的反對派 形容他們是新納粹 那麼因為新納粹當然是一個很不光彩的標籍 但是在談到烏克蘭問題的時候 他們卻又非常寬容烏克蘭的這個新納粹了 真正的新納粹 好了 為什麼這個瑞典的變天 在放在歐盟的範圍裡面 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的 因為長期以來 瑞典是由社會民主黨執政的 那麼他們的很多人都羡慕 認為因為瑞典 這個北歐最大的國家 這個奮行的是社會民族主義 這個社會福利的程度很高 而且對於 例如像這個男女平權 還有很多政策 可以說在這個西方國家都是走在前列的 但是另一方面 這個瑞典也是一個相當奇特的國家 這個國家它不像這個英國 法國 這些國家他們歷史 英法他們歷史上有殖民地 那麼所以吸收了大量來自了原殖民地的移民 瑞典是在這個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 開始對難民 就是來自北非和中東的這個難民 就大開方便之門 因為這個瑞典的這個執政黨 他們站在這種基督教的道德高地上 他們認為作為這個一個基督教國家 瑞典人那麼有責任 還有義務去照顧這些來自這個中東和北非的 這些弱勢的這個群體 不說不知道 瑞典的一千萬人口當中 現在將近 現在有四分之一 也就是250萬人 是來自中東和北非的難民 和他們的這個後裔 那麼這樣的話 在瑞典形成了一個新的問題 一方面呢 就是很多這個新的移民呢 他們並不積極地融入瑞典這個社會 他們也不積極地 比方說學習瑞典語或者是這個 總是沒有融入這個當地社會 但是另一方面呢 又很強調他們的伊斯蘭身份 比方說總是要求這個政府 要這個照顧他們 要讓他們這個建造更多的這個親生寺等等 那麼另一方面呢 瑞典這個近年來啊 這個犯罪率激增 那麼其中這個作案的很多作案者 都是這些新移民 那麼另外他也帶來了一個外交問題 比方說這個一些庫爾德人 這個移民到了瑞典 也成為瑞典的公民 但是呢 土耳其指控這些庫爾德人 都是恐怖分子 而且聲稱如果瑞典不把這些恐怖分子 這個移交給土耳其的話 那麼土耳其就反對瑞典加入北約 那麼再加上這個 由於這個新冠肺炎處理不當的這個問題 那麼還有就是包括這個 要不要留在歐盟啊 要不要加入北約等等問題呢 這個瑞典的這個社會呢 也形成了尖銳的對立 那麼西方媒體呢 是把這個瑞典的這些這個 這個右翼的反對派呢 就統稱為是新納粹 我覺得這是學習了類似美國民主黨 這個對付共和黨的這個手法 其實這個問題沒有這麼簡單 那麼所以這次瑞典的這個 反對派能夠顯勝啊 那麼反映了這個瑞典民意的變化 因為瑞典的這個民眾呢 對於越來越多的移民 以及越來越高的這個犯罪率 那麼這個已經是感到非常 已經無法再容忍了 那麼同時瑞典呢 由於要申請加入北約 也使得這個長期以來 保持中立的國家 那麼在經歷了200年之後 又要重新跟俄羅斯這個正面的這個對撞 那麼這一切呢 都使得瑞典進入了一個風口浪尖 那麼在這種背景下 這個瑞典的反對派 這個直政聯盟呢 現在取這個要準備要掌權了 那麼這樣的一個趨勢呢 這個對於法國的這些右翼 比方說馬利勒帕領導的國民陣線 還有對這個西班牙 還有包括這個意大利的五星聯盟 那麼都是一個刺激 那麼我相信莫斯科也很樂於看到這樣 樂於看到這樣的一種這個情況 雖然這不是他們可以操縱的 但是他們也許是可以利用的 總之呢 歐洲現在存在著越來越多的問題 那麼整個歐洲情況來看的話 今年冬天肯定是1945年以來 最嚴酷的一個冬天 瑞典也許在這方面這個問題不大 但是大部分歐洲國家 都會受到這個能源價格上漲 這個特別是普通的民眾 必要被迫付出更多的錢 但是呢 可能得到的是更少的暖氣 更少的這個電力 那麼所以瑞典的這個變天 是不是象徵著這個歐盟內部的 一些國家的這個變天 非常值得關注 薩瑪爾罕上海組織峰會 為何引起世界關注 上河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 第22次會議 9月15號期一連兩日 在烏茲別克斯坦歷史名城 薩瑪爾罕舉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俄羅斯總統普京 印度總理莫迪等15個國家元首 出席了此次峰會 值得關注的是 伊朗總統萊西也參加了 上河組織峰會 伊朗外長阿布杜拉西洋宣布 伊朗正式簽署協定加入了 上海合作組織 成為組織的第9個成員國 他表示伊朗現在進入了 各種經濟 商務 運輸 和能源合作活動的新階段 據了解伊朗此前一直是 上河組織的觀察員 而由於伊朗這次加入 上河組織之際 也是他正遭受西方制裁之時 因此有評論認為 伊朗加入有可能增加 與成員國在政治 經濟 和文化方面的聯繫機會 此外 此次峰會 還發表了薩瑪爾罕宣言 峰會的成員國 針對未來5年的穆林好合作 討論執行計劃 更對國際政治 經濟等 一系列方面問題的立場 進行了全面的闡述 雖然西方媒體 這幾天都是聚集 把焦點放在了倫敦 放在英國女王 伊利莎巴爾市的藏地 但是她們也沒有忽視 在中亞的名城 也是個古城 撒馬爾罕 舉行的上河組織峰會 因為這個峰會 在當前我們說在混亂的這個世界 在百年未遇之大變局的這個世界當中 她在這個歐亞大陸的中心 那麼向這個世人展示了一種新的 這個多元世界的一個方面 也反映了這個 我覺得是一種新興的 這個與西方不同的 一種國際組織 一種一種國際合作的 一個新的方向 我覺得特別是 她展示的就是這些新興經濟體 這些不同於西方的國家 這些元首們開會的時候 展現的是一種真正的 平等的 自主的 那麼這樣的一種狀態 我們都知道 我們看那個 比方說這個七國集團峰會的時候 或者看這個歐盟的峰會 尤其是七國集團峰會 這個最明顯的就是 美國就是一個喇大客 你看就連在這個 伊利莎巴女王二世的這個葬禮 有全世界200個國家的元首 或者是政府首腦 這個參加這個葬禮 但是只有美國總統和他的這個夫人 可以享受一個特權 那就可以乘坐自己的這個小轎車 所以這種不平等是根深蒂固的 我們看到 比方說這個印度總理莫迪 他也曾經要參加這個七國峰會 作為這個來賓 但是很明顯的人家 並沒有把他當作一個真正平等的夥伴 但是我們看到 像這一次的這個聖和組織峰會 這些具有國際影響的這些 或者有地區影響的這些大國 這個無論是像這個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世界大國 那麼還是像其他的一些這個國家 大家都是平等的在協商 那麼而且呢是秉持著一種不同於西方的這樣的一種理念 那麼其實西方媒體其實也注意到了 就是尚核組織啊這個目前的這個成員國呢 已經覆蓋了這個歐亞大陸的這個大部分 那麼這一點呢是西方國家無法做到的 那麼另一方面呢我覺得也應該關注到的一個現實 那就是美國卡特時代 卡特總統時代的這個國際安全事務助理布爾金時期啊 他雖然沒有這個基辛格名氣那麼大 特別是在他在這個任期結束的時候呢 這個發表的著作不太多 但是呢他在上世紀90年代就曾經提出過一個預言 他說對於美國來說最大的這個挑戰就是俄羅斯中國和伊朗 如果階層某種形式的同盟的話 那麼這就是美國將面臨的一個最大的噩夢 這個噩夢現在就出現了 其實這個噩夢的這個出現不僅僅是由於這個 還是因為這個尚核組織本身它提供了這樣的一個平台 所以布爾金時期所擔心的為什麼會出現 其實很重要的原因啊 我們說從外印來說 其實還是美國的霸權主義所促成的 那麼另一方面呢 這個尚核組織已經吸引了越來越多國家的這個關注 我們說遠的東歐 我像這個白俄羅斯 他已經成為這個觀察員國了 塞爾維亞也非常有意要加入這個組織 另外我覺得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東國家 特別是以沙特阿拉伯為代表的 這些中東的這個產油國 他們對於參加尚核組織呢 有強烈的這個興趣 而且現在已經開始以某些某種方式 開始這個參與尚核組織的一些活動 我相信啊等這個沙特阿拉伯 也成為上核組織的觀察員國 最後成為上核組織的這個正式的成員國之後啊 那麼這個歐亞大陸的這樣的一個新的合作的這個平台 那麼它的這個世界意義呢 就會非常明顯了 今年這個在烏克蘭戰爭爆發之後啊 當時我有這樣的一個觀察 那就是亞爾塔體制呢 正在開始崩潰 當然它還沒有完全崩潰 但是現在我覺得這個上核組織 正在成為一種新的合作模式 那麼這種新的這個合作模式呢 它有一個深厚的一個基礎 它也有一個很廣闊的這個地緣政治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背景 那麼特別是由中國和俄羅斯這兩大國 那麼特別是中國 那麼因為當年這個二十年前 上核組織的成立 都是由當時的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和俄羅斯總統 葉利欽共同倡導的 首屆的這個年會呢 也是在上海召開的 我現在還對當時會議的這個情形呢 還是記憶猶新啊 那麼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組織呢 它這個成員日益增多 它的這個影響日益增大 如果說上核組織這個早年 它主要是一個地區安全性的 一個協作的一個機構的話 那麼如今已經成為一個比較完整的 這個包括這個政治經濟文化啊 也包括這個安全方面的全面的一個合作 那麼特別是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合作 因為這個上核組織的成員國呢 大部分又跟這個中國的一帶一路是重疊的 那麼這個所以上核組織本身呢 對於中國的一帶一路的這個推進呢 又起了一個相輔相成的這個作用啊 特別是這個這次習近平主席訪問中亞的兩個國家 那麼又敲定了這個中國通過這個 習近平主席我的大哥 那我聽了這個說法呢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啊 因為這不僅是烏茲別克斯坦總統本人 對於習近平的一個尊重 也反映了烏茲別克斯坦人民 甚至是整個中亞地區人民 對於中國的那麼這種歷史的淵源和尊重 因為烏茲別克斯坦 特別是這個薩馬爾罕這個地名 和中國歷史上特別是一帶一路的這個關係 和淵源實在是太密切了 所以這次薩馬爾罕這個上核組織峰會啊 會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 特別是引起西方的一種警惕 或者是他們的一種這個猜疑 也就不足為奇了 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 展開了7個月以來的第二次握手 9月15號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烏茲別克斯坦薩馬爾罕國賓館 會晤了俄羅斯總統普京 就中俄關係及共同關係的 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習近平表示 中國願與俄羅斯一起 树立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榜樣 讓不斷變化的世界 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中方願與俄方一起努力 體現大國擔當 發揮領導作用 並願與普京就國際議程 以及共同關係的地區和國際問題 交換意見 普京在會談中強調 俄羅斯堅定奉行一個中國原則 譴責美國在台海問題上的挑釁行動 並極為珍視中方在烏克蘭危機上 不偏不倚的立場 此外 普京預期 2022年俄中貿易俄將創歷史新高 未來將突破2000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這次會晤也是兩國元首 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的首次見面 針對此次會談 有媒體認為 背後釋放出了中俄 智力共同深化良好關係 合作制衡西方國家霸權的信號 並且無論俄羅斯勝敗 都不會影響雙方的合作 這次沙馬爾罕舉行的上和組織峰會 那麼它是很重要的一次多邊的 高級的外交活動 但是在這個場合 當然也有很多雙邊的 或者三邊的會晤 例如中國 俄羅斯和蒙古 三國總統 三國領導人的會晤 而西方媒體特別關注的是 時隔七個月之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第二次握手 為什麼他們這麼關心呢 因為普京上次到北京 是在今年2月4號 他到北京出席冬奧的開幕儀式 那麼之後呢 這個普京和習近平 有長時間的會談 而就在20天之後 就是2月24號 普京宣布俄羅斯對烏克蘭 這個開始了特別軍事行動 那麼當時的西方媒體 也包括美國的官方 就一直在揣測 普京有沒有向習近平通報 即將展開的這個特別軍事行動 但是無論是俄羅斯 還是這個中國 根本沒有義務去向美國 做這個報告 兩個領導人到底談了什麼 那麼我也注意到 這個從烏克蘭戰爭爆發到現在 這個普京已經成為這個西方媒體 也包括這個西方政客們的 這個不僅是心目中了 就是他們把他當作了一個罪犯 把他當作了一個十惡不赦的一個罪人 總是把他放在這個審判席上 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習近平主席 作為這個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領導人 作為這個當今世界上 越來越有影響的這個中國的領導人 習近平這次跟普京的這個見面 那麼在西方媒體看來 他們很不喜歡看到這個現象 但是中俄兩個都是獨立的大國 兩國領袖當然有權利來決定 自己要不要會面 至於會面要談什麼 這也沒有也沒有必要 除了發布新聞稿之外 也沒有必要這個通報 比方說通報給美國 其實這個美國也好 或者西方的其他國家的政客和媒體也好 他們非常擔心的就是這個中俄 這兩個國家的這種協作 這種這個全方位的這個戰略協作 那麼這種協作呢 雖然從這個烏克蘭戰爭 其實並其實體現不出來 雖然有一些這個西方媒體 這個一再的在渲染 說這個俄羅斯啊 現在這個面臨戰爭的困境 那麼要向中國求援 但是中俄肯定沒有這 後來美國官方也不得不出來說 他們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表明 這個中國在軍事方面 在這個幫助俄羅斯 但是我想這個中俄的合作 它最主要的不是體現在這個烏克蘭戰爭 中俄合作更主要是體現在 共同這個倡導 就是習主席所說的 就是有擔當的大國 什麼國家是沒有擔當的大國 當然就是美國了 對於一個沒有擔當的這個大國 那麼對於這個美國所主導的 這樣一種旧的這個國際秩序 它正在崩潰 但是雖然在崩潰 但是它也不會這麼快的 就這個喪失它的這個作用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和這個西方一方面這個 全力地在這個攻擊俄羅斯 那麼同時呢 又在全力地在這個制約中國 但是他們這樣做 實際上正是把俄羅斯和中國 牢牢地綁在了一起 這一點這個西方有一些評論家 他們也看到了 但是這個我覺得這個西方 它有它的一種慣性 這種慣性就有這個所謂這個道德上 道德高地上的一個慣性 那麼同時呢 也有他們這種作為一種舊世界的守護者 舊世界秩序的守護者的一種慣性 那麼所以俄羅斯 俄羅斯也好 這個中國也好 那麼這種合作的這種局面 那麼對於當代世界的這個重要意義 是不言而喻的 那麼也正是如此 所以這個西方媒體也就特別關注 這個普京和習近平見面 他們有沒有討論烏克蘭人生 他們就特別就關注的 就是這樣的一些問題 那麼另一方面呢 正因為這一次普京和習近平的這個 這個見面的這個背景 跟上次跟七個月以前不同的是 這個這一次是烏克蘭戰爭還在持續 那麼已經烏克蘭戰爭已經進入了 第200天了 而且最近呢 這個俄羅斯軍隊 包括這個敦巴斯的這個軍隊 他們在這個烏克蘭戰場上 特別在哈爾科夫這個戰場上呢 有著明顯的這個失利 或者是一種戰略轉移 有這樣的一種這個動向的這個出現 這個烏克蘭軍隊呢 已經收復了 哈爾科夫的這個大片這個領土 對此呢 這個西方媒體 我注意到也包括這個台灣的一些媒體 甚至也包括香港的一些媒體 他們是這個一片狂歡 是這個認為這個 說是他們用的標題都很爽動 烏克蘭這個軍隊 大局反攻 俄羅斯軍隊 棄卸逃跑啊 這個甚至逃跑的速度 可以趕上這個奧運會等等等等 那麼所以對於俄羅斯這個處境呢 是這個現在落户 那麼同時呢 對於這個普京即將被推翻 普京可能被暗殺 對於這樣的已經散布了多次的一個謠言呢 又再一次出現了這個在西方媒體上 那麼面對西方媒體 這樣的一片這個討伐之聲 我們在撒馬爾汗 撒馬爾汗看到的這個普京總統呢 是這個神態自若 談笑風生 他不僅參加這個元首的峰會 他也跟各國的這個多國這個領袖 舉行了會談 特別是跟印度總理莫迪的會談 跟這個土耳其總統 埃爾多安的會談等等 那麼也看得出了這個普京的 這種大國元首的這個外交手腕呢 還是那樣的成熟 那麼同時另一方面呢 這個普京也利用在撒馬爾汗 因為這裡有這次有這個500多名啊 這個國內外的一個記者參加 那麼他也舉行了這個記者會 他也回答了俄羅斯這次這個 特別軍事行動的一些相關的問題 他說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投入的這個軍隊 這個其實只是俄羅斯軍隊的一小部分 那麼這個意思就話就可見可見 那麼有可能俄羅斯會投入更多的這個軍隊 那麼另外的人們也就包括這個西方 現在也很擔心的 美國也是很擔心的 就是如果烏克蘭軍隊趁身追擊 甚至烏克蘭軍隊利用這個西方 所給的這個所提供的越來越多的 而且是越來越先進的這個武器 去攻擊俄羅斯領土的話 那會不會造成俄羅斯 反而要趁這個機會 普京可能會不會有 如果有越來越多這個炮彈 導彈落入俄羅斯領土 那麼俄羅斯會不會宣布進入戰爭狀態 那麼這樣一來的話 俄羅斯就會全國動員起來 以這樣的方式再投入烏克蘭戰爭呢 亮彈縱橫 本月的主題是 從古到京的東亞漢字圈 本週的主題是 筆壇與日韓樂的漢文詩歌 前兩集我們這個初步地講到了 東亞漢字圈的一些特點 那麼本週在講的一個特點 那就是筆壇 筆壇這種現象呢 只是存在於漢字文化圈 別的地方不可能 比方說一個法國人和一個德國人 他們之間 要麼他要相互懂對方的文字 那麼他們可以用對方的語言來交談 要麼他們用第三方的語言 比方說英語來交談 他們不可能用筆壇 因為法國人寫的法文 德國人看不懂 反過來德國人寫的德文 法國人也看不懂 但是呢 我們說在東亞這個漢字文化圈 它就有一個其他文化當中 所沒有的現象 那就是筆壇 特別是在古代 比方說古代的這個日本人 他們不會說中國話 結果這個日本人 他們來到中國之後呢 他們可以跟中國人 當然我們說的這些日本人 和中國主要知識分子 士大夫這個階層 他們就可以用筆壇 就是用一張紙 或者說每個人面前 攤得開一張紙 然後用毛筆 我寫一句話給對方看 對方也寫一句話給我看 我們相互都看得懂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是用的漢字 我們用的是同樣的一種文法 那麼作者也舉了一個 這樣的一個例子 也是很有意思的 他說比方說 這個蘇東坡有一個名片 是這個寫這個諸葛亮的 但是日本學者和這個韓國學者 那麼也在古代了 也都曾經用漢文寫過 有關諸葛亮的文章 而這些文章呢 中國人和日本人也都能看得懂 就是說或者三國的這個人 這個受過中文教育的人 都能夠看得懂 那麼這就說明了 你看同樣一個主題 以諸葛亮為主題 無論是蘇士寫的 還是日本學者寫的 還是韓國學者寫的 三國的學者都能看得懂 那麼這就說明了這個漢字本身的 它在這個 它的這種通用性 那麼另外就是這個 我們說這個中國以外的 像這個日本人 韓國人 和這個越南人用漢文寫的詩 那麼在這方面呢 當然還是主要是 日本在這方面是 也是相當發達的 這個對日本文學有了解的 這個朋友們都知道 那麼韓國同樣也是如此 那麼特別是在古代 我們說在這個 也就在這個所謂的大韓帝國成立 也就是在這個 19世紀末之前的很長的時間 這個朝鮮半島上的 這個韓國的這個世代復聞 那個乃至 更不用說這個王公貴族了 那麼他們都喜歡用這個漢文 來寫詩 這些詩呢 現在一般也都還能看得懂 越南這些方面的資料比較少 而作者使用的一個例子呢 就是我們這個中國人都很熟悉的 越南人民的領袖胡志明 我們知道胡志明 他這個小時候就受過這個漢文的教育 他這個中文相當好 他也喜歡用中文來寫這個就體詩詞 雖然如果你用很高的標準 用這個唐詩的標準 去衡量胡志明主席寫的這個 漢文的這個詩歌的話 他也許顯得比較淺白 但是這畢竟也反映了一個現象 我覺得作者用這個來做舉例 也是很有意思的 那就是為什麼一個 越南人民的領袖胡志明 他卻喜歡用中文 用這個漢文來 而且是用就體詩詞 來表達他的這種情感 而他這個情感更多的都是這種 家國的情感 而這種情感本身呢 這個從中國從古到經的 這個儒家文化裡面 其實都是相當豐富的 有很深厚的這個流傳 當然胡志明他不僅是一個 對中國古代文化有興趣 有造詣的 他是一個革命家 他還懂多種外語了 所以我們說從這種 從彼壇那麼到處這個 其他國家的漢文的詩歌 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漢字作為從古到經的 那麼這樣的一種 而且是世界上主要的文字裡面 唯一的一種這個象形的文字 那麼他從他的這個產生 那麼到發展 那麼一直到現在 他這個影響致敬不衰 而且這個漢字本身呢 也在發生變化 也有新的發展 那麼這方面呢 也是值得讀者 也是說學者們 可以做進一步的探討的 作為普通人 我們對這個都有興趣 美國國會政策審議的 《台灣政策法案》 被蔡英文用來燒烤 台灣人民 但是同時呢 美國也在利用這個法案 在燒烤蔡英文 這個法案一旦通過以後的話 會造成巨大的危機 謝謝大家收看 《時事亮亮點》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find out beside